第五号台风强密 在没有明显影响台湾的情形下 已经北移远离 不过今年第六号台风米克拉 则在十号上午八点生成 已经成为了轻度台风 而气象局也随即发布了 海上和陆上的台风警报 陆上警戒区域目前包括 澎湖、金门地区 而对于东部地区影响不大 不过气象局还是提醒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10到11号东南部地区 将会有震雨或是雷雨的发生 提醒民众要多加的注意 今年第六号台风米克拉 在十日上午八点生成 气象局也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陆景区域目前包括澎湖、金门地区 台风中心目前在俄罗安比西南方海面 向北北东转北移动 其暴风圈正逐渐进入巴士海峡 虽然对东部地区影响不大 不过气象局表示 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 天气转趋不稳定 东南部地区容易有震雨或雷雨发生 才要留意海上长浪 从这个台风的动态图来看 这个台风大概会沿着巴士海峡往北走 然后在今天或是明天的时候 就会登陆在福建登陆 所以基本上对东部 对花莲的影响基本上是比较小的 对东部这边发的长浪 花莲这边影响也不是很大 不过因为台风在外围 所以基本上浪会比较大 所以去海边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在10号11号的时候在东部这边山区 可能还是会下雨 午后雷震雨或是整天都有可能下雨 然后局部地方可能雨是在山区 雨是可能还大一点 然后到12号开始到16号的天气 基本上整个台风已经 可能就已经登陆到大陆去了 所以整个系统已经散掉的话 整个东部花莲这个地方的天气 大概就会恢复到高温炎热的一个情形 10日11日将是台风最接近 影响最明显时刻 全台将有明显雨势 10日起台风远离 西南风逐渐减弱 雨势稍微趋缓 13日周四高气压增强 又将恢复晴朗炎热的天气 山区人有午后雷震雨 建议在花莲安排出游的民众 出门记得携带雨具 做好防晒并试时补充水分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